好 這什麼雞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但我是生平第一次看到 欺騙人像藝術品公在這裡 大哥 我請你請教一下 你的雞怎麼像楊茵哥 這位我們就是要保護他的 他的肉有人要做的 才有這個高架 他也不用跑 也不用走就用站著 我們也要定時讓他拿進來 放個地方讓他走 這樣他不會痛 他心情本來就這樣 就是適合一直站著這樣 對 他的心情本來就不好動 所以不動到你了 毛就一直長長了 然後就變這樣 還是可以摸嗎 可以 擺中一下 可以 我沒有看過 雞的這個 屁來這麼長耶 對 而且這個還要定時去洗 他有永遠濕嗎 有 他可以用洗髮精可以洗 洗髮精 不然他會打坐 護髮這樣 對 對 這個要多久才能這麼長 這一個差不多兩年 這叫什麼雞 這個叫 就長尾雞 這麼巧 對 它就叫長尾雞 這是哪邊的品種 這個是日本的天然雞列路 整個就是他們的保育類的 保育類的 對 這個國際的天然雞列路 他 你怎麼弄到什麼 當初他們日本的官員有來找 他們要跟我們買那個 大型的雞的雞在 他們要去改養他們日本的雞 因為日本的雞很小吃 沒有 還把它改成大雞 然後我沒有賣它 我說我用我們跟你玩 大概五十種 你看 很多耶 這隻是其中一個而已 這個好吃嗎 因為這種雞 不會太直接是不是 如果這樣這麼長就不好吃 因為太老了 這有在賣嗎 有 有 有看那個同號六七 聽到我們的公園 這一隻賣多少錢 我們一尾巴長度換算 尾巴長度換算 一公文多少錢 一十一萬塊 這挑一萬 那我要換多少錢 這五串吧 我挑五串 兩串兩串 這樣算嗎 對 這樣理解了吧 他剛剛講了一個重點 越長越貴 不是 什麼不能啊 長的不好吃 有沒有什麼東西會比較好吃 有 我現在有很多耶 放心 我是不是看到陳奕迅 跟你一樣的造型耶 這隻是 這隻叫做鳳頭鴨 那是我們這邊的公關鴨 是你們因為是公關 把它做造型嗎 它本來就長這樣 本來就長這樣 對 所以可以抱 配抱 可以 牠有乖的 牠的頭好可愛喔 牠的頭好可愛喔 牠好像戴毛帽喔 對啊 人家也都以為 我是用白髮練上去的 滿像的 滿像的 其實牠不是 牠可能就長這樣 沒有 牠這個頭 牠出身小鴨牠就這樣 就戴一盤子嗎 牠這麼可愛 小鴨也有更可愛 小鴨也是很可愛 牠也出身這個樣 那這個公鴨母鴨 有造型的樣子 公鴨的話 伸手因為牠尾巴有兩根毛 叫起來 所以這是母的 這是母的 這會生蛋 牠沒有那麼強 沒有 要這樣翹就是公鴨 兩根毛而已 會翹 喔 妳抱抱看 好啊 欸 真的好強喔 而且妳從這個角度看 牠的頭更好笑喔 對啊 這要牠也沒肉 你胡蘿 你牠也沒肉 你運氣好 你無肉 你適合當公關啦 牠也會在外面 太浮了嘛 牠就在這邊這樣 喔 這真的好適合當手 對啊 有Lens啦 可以Lens 把它去溜牙 這明明就寶可夢裡面會出現 真的耶 好可愛喔 這個拍線動 牠腳一直在拍耶 這隻的腳是正常嗎 對 牠滾來就長這樣 腳滾來就長這樣 對 這真的是一個越南的工法 這隻腳好像庫巴喔 對 我有看過類似像這樣的雞 但這麼粗的我很少看到 這個妳有吃過嗎 有 吃過 這個好吃喔 這個好吃 你覺得牠最好吃的部分是 牠有兩隻腳 那個女生最愛 教會很浪法 那全部都教會很浪法 這個也有跟牠腳的那個這樣子 然後剛剛那個是長度 這個是腳粗 對 越粗越貴 牠最初有粗到像我們人那麼大 這人這麼大 你想一下牠現在這樣子喔 牠這個腳這樣子喔 牠跟我腳一樣大 對啊 會怕死人 牠會再大 牠還會再大 這個多少錢 就像陪你 像這個一直在幾千塊而已 但你如果養到很粗的很粗的 就要去哪裡 你當時怎麼會養兩隻 剛開始是雲人現去 有朋友送我兩隻雞 那個大概快三生了 從那時候就錄影了 你看 沒有 就像一面鏡子一樣 誰會知道送牠兩隻雞 害到害神這邊 對啊 你看 就要像這樣 不要這麼說喔 你那個什麼雞都吃 我都沒吃過耶 你都沒有吃過 你如果吃過我就不敢講 你如果吃過也沒關係 還不夠吸氣 那就是人的個性問題了 跟他朋友沒有關係 對不對 裡面還有什麼嗎 還有啊 還沒只有看了養一種 不然還有四十八種 還有四十八種 對 所以 所有的你說另外的四十幾種 都在這邊 對 對 都在裡面 就每一格都不同的品種 你養雞的原因是 你在賣雞呢 對 不是 還是純粹自己愛吃 保種 保種 這個品種給我保養下來 然後我們會提供給學校 跟學生去做演奏 所有課外教學 我們的目標是 我們要成立一個 雞的博物館 侯物體的博物館 雞的博物館 對 可以當我們的小朋友 幾百顆 對 幾百顆 對 幾百顆 對啊 我們今天能夠吃的是 對不對 現在有點殘忍 我們今天能夠吃的是一下 這個 這個是什麼雞 這個叫 紅蘸橫天雞 現在這個全台灣唯一的 就在這裡 它這個肉質 第一點上面不容易 沒有油 沒有油 對 肉質很細緻 細緻 對 不會有四樣味 對 它的肉是屬於肉雞的肉 還是土雞的肉雞 土雞 而且東雞上面好吃 這只要三萬 這個雞只有我家人以外 我們成長可能是 第一個知道的 這個 我覺得這個 這個能夠這樣子養雞 然後這麼多品種 對 我想講 蛋 OK 你這些蛋之後 都是要拿去吃掉的 沒有 這個要敷壞 全部都是要敷壞 對 這個什麼 這個腸胃肌 腸胃肌 對 這是我們剛剛的 蛋比較小 對 它腸胃比較小 它不是有 有處女蛋 有嗎 這個是處女蛋 對 好小喔 對 而且我們這個蛋有一個特色的蛋 你看有沒有看到 你會破 怎麼會破 怎麼可能 用力 吃掉了 讓我背出來 紅蘸橫天雞出來 你看它這裡 你看筋都出來 你看 對 怎麼可能 沒有 這是筋量 這不是卡紋頭的嗎 你不是卡紋頭的嗎 這是九頭吧 沒有 它代表它的什麼 它的營養很好 它的鈣很好 所以它的這個蛋 就是很密 密度 密度這樣 對 而且我跟你說 一個新鮮的蛋 打出來有三層 三層 不是就只有蛋白蛋黃嗎 蛋白會凝固 然後蛋黃會浮在蛋白上 對 新鮮的新鮮的 你看過對不對 對 好啦 我們趕快吃幾顆 卡在那邊看 你說這一層是不是 對 對 1 2 3 3層 真的耶 它蛋黃的你都用手 手可以拿起來 對 蛋黃可以拿起來 手可以拿起來 對 我們先拿一層給你看 對啊 這是生雞蛋 它可以這樣捏 對啊 這好酷喔 這好酷喔 第一次這樣玩耶 你以後家裡有機會 可以這樣試看看 這好酷喔 對 所以它這個要夠新鮮 要夠新鮮 對 所以那個磨才有辦法 這樣磨起來 而且它不會散 你看 來 接下來看 有雞湯可以喝嗎 有 我們來喝一下 這是什麼雞的雞湯 這是蘇門達蕎 蘇門達蕎的豆腐雞嗎 對 特有幾種 豆腐雞也對嗎 這種雞是全世界黑色的 去長得最漂亮的 它不大耶 這個觀賞具有一個特色 觀賞具都很小隻 對 一直問這個 後來就問紅 台材都沒有味道 這裡用台材都用酒 你都沒有吃 它怎麼會散 台材這麼多雞湯 你這個其實 你沒有煮得很爛耶 沒有 我們就去那個仔細的 不用爛 西門達蕎 它的油脂也不算多耶 對 你看 一般如果說雞湯熬出來的話 上面那個基本上油是 已經不能有油整的 嗯 這直接多少 再加一碗 太燒了 這鍋湯就一碗多塊了 這裡面加了什麼東西 我們只有薑片而已 只有薑片 對 我們只有薑片 我現在煮雞湯就一個 煮完 也是薑絲湯耶 簡單 好料理又好吃又健康 我現在雞肉是有Q度的耶 而且我原本想說 豆雞都會是很硬的 但不會 它就是Q度 那我之前吃的雞腿 都是比較軟爛的 但它這個比較是 有一點脆度的感覺 有 腿端有脆 你這個煮多久 大概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我跟你說一般的雞 雞肉就不能吃了 所以它很耐煮 雞湯可能很好 但是它自己已經不能吃了 它的雞的甜味 基本上都到雞湯裡面吃了 但你在咬它的雞肉的時候 你在咬的時候 它的那個 裡面的甜味 雞肉還是有 對 所謂雞的甜度是很飽的 不然它的甜味跑到燙裡面 雞肉應該沒什麼味道 這個雞肉是很甜的 雞肉太甜了 它的脆度很像醉雞耶 快速用汆燙的那種 它是咬的時候 到最後你要把它咬斷 那一瞬間 它會有點脆感 對 肉的那個脆感 我沒有在外面吃雞肉 真的耶 這個吃的時候 你外面的雞肉不養心 對啊 我要吃一口 我吃了這個而已 我們這個好吃又好看的雞 對 還是驗證我們節目 錄了四年來 我們最大的心得嘛 不管你要咬雞羊都好 重要是什麼 好吃 要有地 就是它 好不好 我屏東我驕傲 可可 誰驕傲 他驕傲 對不對 這個 聽說是你先種的 對 畢竟十八年了 十八年了 十八年的時候 台灣之前是沒有人有可可豆 這個是有 有嗎 就是沒有辦法做到巧克力 台灣以前就有產可可豆嗎 從日本人來的時候 他們就帶我曾經 曾經帶我來 對 後面學術單位 他們也有保留 保留學術就對了 對不對 可是你是第一個 告訴自己說 我要把它做成巧克力 對 那你就花了多久時間做出來 我們種植到第七年以後 我們才開始化掉了 第七年喔 為什麼要花七年 你要做到巧克力 它不是只想做到可可 一般 巧克力的世界是兩個世界 種植的國家和製造國家 是兩個世界 真的 那我們現在變一個世界了 因為你 沒有 台灣本身的 它的經濟本來就洗可 這就是種植 製造到販售 就是裡面就在產業 所以這個是可可 這跟巧克力有沒有關係 也是有關係 就是巧克力和可可 它只是隔一線而已 隔一線 什麼意思 就是你把它調溫以後 就變巧克力 我喝起來我覺得台灣的可可 跟我們一般喝到的那種 巧克力牛奶 或者是吃到的 99%也好的巧克力 味道風味都很不同 哪邊不同 我覺得帶酸多一點點 妳等我一下 妳稍後退一點 是 哪邊不同 剛剛他說的酸 台灣的會帶一點微酸 因為你在國外它是做過 它有在簡化處理以後 它是做過處理的 是可可 它們的可可粉是不帶油脂的 油一直分裂 可是我們是油 我們只是整個豆腐清 這樣 這已經不是我平衷我驕傲了 我台灣我驕傲了 是 對不對 可可的產區主要分布在 中南美洲 西非和東南亞 台灣並非主要產區 甚至連台灣人可能都不知道 屏東有可可 然而這幾年 屏東的可可 宛如半路殺出來的野馬 在世界賽事上屢獲夾擊 品質直接威脅到 傳統百年的可可產區 我屏東 我驕傲 這句話說得一點也不過分 誰會知道 因為它 改變了屏東 這可以吃嗎 這也可以吃 可以吃喔 它是怎麼樣 發酵過 然後再曬乾 它是曬乾的 有發酵過 有 一定要發酵 很香耶 它有點 剛剛開始就有點微酸的酸香 但是 慢慢味道就出來了 妳們有用這個泡茶過耶 妳們有用這個泡茶過 就喝那種可可茶這樣 真的酸味滿夠的耶 妳發現了 對啊 這個跟這個不一樣 那也是烤過 這有烤過 那是曬而已 香氣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但我說真的 但是我必須說 一個大家不是那麼流行的產物 要讓它去慢慢扎根 它需要很長的時間 這只是後段 因為已經把它研究出來了 那在研究的過程當中 其實每個人 我們都曾經為了什麼樣的食材也好 我幹嘛 很認真去研究 當然通常有人就是停止了 跟有些人繼續再往下做 像大哥這樣一做做了18年 從全台發表可可的藝人 到現在後期織秀在全世界可可圈 發揚光大 邱大哥一路扮演著 開路先鋒的角色 現在他也將事業傳給了下一代 並將可可再發揮 研發出許多創意料理 如果對可可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走訪一趟屏東 找邱大哥聊聊可可的故事 聽說壇子有個國宴級的料理 國宴怎麼能錯過呢 來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今天做竹筍包 國宴珍珠竹筍包 國宴珍珠竹筍包 是 一個國宴就很厲害 來 我們怎麼做 這怎麼做 那個是 外皮 不是糯米 這個是我們吃飯的 蓬萊米 蓬萊米 珍珠米 所以它一定是對的 一律就是珍珠 所以它還是有米在裡面 對 珍珠是指什麼 西谷米 對 西谷米 這個是竹筍內餡 炒好的 炒好的 因為那個肉是生的 肉是生的 肉是生的 竹筍是熟的 嚇了我一跳 希望它沒有把它蓋過來 我就下去了 現在把皮先秤好 所以妳是負責秤的 對 好 來 負責秤 來 多少 40 不是 不是 真的是40 真的 真的 真的是40 所以你看厲害吧 來 再一次 不知道妳過來 妳也過來 來 我們看 我們要抓一把 看是不是40 你看 40 好 準吧 好 妳先放 40 妳當然是 妳是標準 34 來 漂亮 34 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42 42 漂亮 有壓力對不對 記得時候到 我覺得太小了 對 0838 出發囉 我覺得太小了 對 0838 40 我從頭到尾 他在放我就在那邊加一點節點 加一點節點 我跟你講 來 這樣子 中間要厚一點 中間厚一點的話 它硬下來怕破掉 它中間有沒有比較厚一點 旁邊薄一點 然後 這個一個的量差不多60 一個的量60 差不多60 限20 差不多60 它皮40 限要20 妳剛剛腳被踩到是不是 對 我腳被踩到 我的意思是說 太厲害了 因為它沒有秤 對不對 皮40 我們做出來的 正確的就是要60克 但是那個餡料還是要很準 就是裡面的筍 肉 那些都還是要有 你不能說 要均勻 這樣吃起來是要那個 是 58 我先說 我本來還要偷偷再加一點 他說不用攏 大姐說不用攏 來 試試看 試試看 60 不好意思 玩得太開心了 秤重讓它重量一致 主要是為了維持皮线之間的比例 達到完美口感 多大姐說 每次果宴一次就要800克 所以量大的時候 他們都會用機器來量產 我就很好奇 這兩種滋味會有什麼差別 這個時候最好的方式就是 吃吃看就知道了 這個是我們剛剛包的 剛剛包的 我們先吃果宴 好 再回過來吃 果宴中的果宴 好不好 這個有沒有說要熱的吃好還是冷的吃好 都可以 一般像這樣子的造型的 據我的經驗告訴我 他們冷的會更Q 對 對不對 很甜 冷的之後很Q 我會 因為內餡炒得很好 筍粹 肉甜 筍粹 將近也夠 因為筍粹是我們攤子的 最有名的農產品 拿來做果宴 是最好的 拿來做胡椒香 胡椒香蛋 你看 那個甜度 從肉的甜度跟筍的甜度 就紮紮實實的都有展現出 看不出來剛剛那一口 裡面這麼厲害 假如剛剛看不到 看不到 裡面這樣子 我來試一下文工 餡料是一樣的 吃看看 你覺得呢 手工比較好吃 手工比較好吃 機性的就是Q Q 對 但它軟Q帶一點黏 而且那個 剛剛說要求的那個厚度 厚度 對 冬天的厚度 因為包起來 兩邊包起來真的比較薄 後面底部這邊比較厚 因為它不需要有厚度來壓 對 那個花 螺子一壓是開的 所以它吃起來的時候 它那個Q都咬 但是有拉力 兩個都有拉力 但是我喜歡手工的 它多了一個軟綿 而且可能因為手做的 其實因為每一顆吃到的口感 都會不癢 就會有薄 有Q 但是並不是說機器也不好吃 沒有什麼事 對 它相對的就機器它的 每一顆長得一模一樣 下面厚薄都一樣 你這樣說的 但重點是 它裡面的內餡 總不會是機器炒的 還是你炒的 還是我炒的 對不對 所以內餡味道是一樣 是一樣的 感受不同 都好吃 不論是機器還是手工 都能夠吃出皮的Q彈 加上都是羅大姐親自炒的內餡 同樣都是不能錯過的美味 就鎖定詹姆士的素食材料理 齁齁 加分囉